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分开来好了 因为开始计算,计算出这两个结果之后 如果我直接就记录的话,那感觉没有选择性 所以呢,假设我希望更改一下 这边再增加一个什么?按钮 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计算的结果呢,再把它写到哪里呢? 写到这一个我的出生格里面 那出生格里面呢,会遇到一个问题是说呢 我到底应该写在哪一列上面,哪一列 这个哪一列的话呢,那我必须呢 有一个计数的一个方式 让以后的资料呢,都可以一直沿着我最后一笔资料 一直往下,不能够有时候又跳到第一笔 或者是跳到其他的位置上面去 那所以定位的部分呢,也很重要 那这边假如说我今天呢,算出来 比如说我在500万,2%,20年 可以按开始计算 那计算之后呢,会有个结果出来 结果出来之后的话呢,假设我要按个记录 我可以把它记录到我要记录的位置 比如说我这个结果有没有? 这几个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同学哦 第一个就是先把问题11这边 旁边再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那个工作表 然后呢,请各位 把这几个栏位的名称有没有? 分别把它打上去 总共会有五个,就是五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那将来你就把这五个资料怎么样了 我信任这五个资料呢 可以把它写到我的 试算表里面的话 那请各位在上面加五个栏位的名称 当我按下记录的时候呢 这个资料要能够刚好放在 它应该放的那一列上面的话 那比如说按一个记录 OK 好,那等到我下一次 诶,再改,比如说下一个客户是八百万 2.5 那它也是二十年 开始计算 这个 那当然我按下计算的话 如果呢,你没有一个 你没有一个位置做定位的话 你按下记录它可能会把 旧的资料也盖过去 所以呢,如果我这样按下去 诶,有没有,它跑到下面 那用什么方式可以一直往下 而不会错误 那提供给各位几个方法 当然方法很多 都人想出来 都是自己想出来 那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那我是觉得有几个方法 我觉得还不错的 那像是那个 有一本那个林文公 他前一本书里面有讲到 但是他的方法 有一点不是太好了 但是也是一个方法 他怎么做呢 就是说呢 他会先在哪里呢 先在最立万的地方 加上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这个数字哦 就是现在总共有几列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拿出来之后呢 再跟 红尔子 然后再碍 这种背景 一种背景